現在就是說最新的進展 對不對 有幾個 一個就是法國的檢驗黑匣子 它們把黑匣子的數據可能下載下來了 但是要進行分析 這需要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才能找到這個原因 但是從現在初步的那個什麼 他們聽了一下那個錄音下來 就是知道 只是知道這次實施的這個什麼樣情形 和去年10月在印尼的施航實施的那個飛機 墜毀那架飛機的那個情形是很吻合 就很相似的 只能說這樣一個parallel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麼另外一個重要的就是你提供的那個什麼 這個Reuters的那個報導 對吧 路透社的報導 是這個現在國會啊 還是 我其實我看了一個更那個什麼 是另外的一個那個波音的 也是我的朋友 他也是個波音的舉報人 我看他這篇報導是 是從哪個報社的啊 它是英文的 它是 西雅圖 西雅圖時報 西雅圖時報 是那個西雅 西雅圖時報 對 西雅圖時報 對 然後呢 出了幾個問題 就是說那個MAX的它的這個設計 什麼東西也有問題 但是更新的是華爾街時報 華爾街時報就是FAA呢 它居然把這個 它是講這個什麼 它的這個title是 Posecutors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Scrutinize Development of Boeing 737 MAX 是什麼呢 你聽明白了吧 就是那個現在是美國的這個公訴人 還有那個美國交通部 現在開始呢 這個關注 現在在那個調查 就是波音737飛機的這個開發的這個過程 對 現在呢 認證 認證的過程 一個一個法官 大法官現在要把它進入到一個刑事調查當中了 這個事情現在成為刑事調查了 這個你那個西雅圖時報它明明講 西雅圖時報的那個記者叫Dominate Gates 我認識他 我在三年以前呢 我就跟他 就聯繫他 他是在這個航空界啊 是一個知名的一個 這個航空 專門報導航空和波音的一個資深的一個記者 全世界的這個什麼樣 做這個波音報導的 他呢 是可以算是首席了 大家都很尊重他 我也找到他了 找到他了以後呢 他看了一下我的這些東西以後呢 然後呢 他就給我一個藉口 他什麼藉口呢 他就說 你這些東西 我在美國 我又不能來中國來實地核查 他說這樣的話 我就寫不出來文章 實際上都是藉口 你知道嗎 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他就明白了 這裡面問題很嚴重 因為我給他的證據並不是我自己編造的 全部都是木格提供給我的 還有我搜集到的那個什麼證人證詞的這些東西 對不對 很簡單嘛 他就是一個那個什麼故意的那種假冒偽裂嘛 對吧 你呢 像這種情況下 故意假冒偽裂按照FA的這個程序 你直接去找這個什麼FBI 然後呢 DOG 對不對 然後呢 進行刑事調查 你才能得出結果 我呢 只是給你提供一些線索 對不對 證人證據都有了 證據鏈都很完整在那裡 你去調查 按照你們的 他不做這件事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請你們媒體進行呼籲的根本原因 那麼這個事情呢 你看 在航空界啊 對製造商 尤其像波音這樣的製造商 進行刑事調查是很少見的 嗯 這一次它是這個國會呢 要在近幾週呢 要開一個聽證會 對吧 在聽證會之前呢 美國的一個這個什麼呀 叫Federal Prosecutors and Department of Justice 就是聯邦的檢察官和這個交通部的 可能也是 他們也有檢察官辦公室的啊 然後呢 他們聯合的這個這個開始這個什麼呀 審查這個整個的波音的737 MAX的這個開發過程 然後呢 現在就是讓他們對這個做這個軟件叫Marcus Marcus的這個軟件的這個什麼呢 有一個關鍵的人 然後呢 讓他交出所有的他關於這件事的這個郵件 和那個什麼 包括波音和FA之間的郵件 然後呢 不許他銷毀任何的郵件 這等於說就是一種刑事調查方式了 你知道 這不是民事的了 你知道吧 對 對 對 所以這個這篇文章是很關鍵的 我現在 這篇文章在哪裡啊 這篇文章 這個這個一般看不到 他這個人弄下來 因為Wall Street Journal你是要花錢看的 不不不 我可以看 但是Wall Street Journal現在那個刑事調查的事情還沒有 現在主要就是說這個FAA的問題非常大 他呢 最關鍵是 我現在 我現在跟你轉發 他提到了 這可能是要進入這個刑事調查的 要進行刑事調查了 這是一種刑事調查 我剛才跟你轉發了 我給你最後提兩個問題吧 兩個問題呢 一個呢 就是說 FAA已經比證明了它是官僚主義啊 他這個在認證波音737MX的過程中存在很多的問題 尤其呢 他把審查的這個任務啊 就直接推給了波音公司 這個做法是非常的不符合他們的職業規範 甚至是違法 這個也直接證明了你當時的舉報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在你舉報之前 人們呢 對FAA美國的這個機構 還覺得它是比較可信的 但是這次的空難呢 調查的這個最新的情況已經證明 FAA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 嚴重的違法情況 你對這個事情怎麼看 對 保安盛 你的問題非常好啊 如果這是正式的 我也可以跟你回答 正式的那個訪談啊 那個FAA的這個什麼呀 腐敗啊 由來已久 有幾十年的歷史了 因為我這三年啊 我接觸了很多的這種航空的 就是這種內部的這個什麼呀 舉報人 他們紛紛的 因為我的這個東西呢 報道以後他們都紛紛來聯繫我 然後呢 支持我 然後他們也跟我講說 他們自己的遭遇 對吧 那麼這個最著名的這個 跟航空 這個跟這個FAA啊 這個腐敗作鬥爭的呢 有一個人叫 叫Rodney Stitch Rodney Stitch 他已經死了 他活了九十多歲死了 他是最早的FAA的一個 那個什麼呀 五十年代的 他就是FAA的一個 這個審核員 那麼呢 他發現了這個航空啊 當時那個五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啊 這個飛機的失事的情況很多的 你知道嗎 那種技術不成熟 然後呢 飛機失事特別多 然後呢 他呢 作為一個審核員 他就在那個航空公司啊 他就發現了很多呢 因為 其實呢 很多的這種航空失事 實際上跟人為有關 對 是什麼呢 比如說這個零件該修了 它不修 對不對 它修理的時候呢 就馬馬虎虎的該螺絲上緊了 它沒上緊 那麼有的關鍵呢 螺絲一下那個飛機 它是震動很大 螺絲掉下來 結果飛機就失事了 就這麼簡單 是吧 那麼呢 就工作責任心啊 程序不到位 都是人為的因素很多 那麼呢 他呢 因為他很有良心的 他就把這些事情記錄下來以後呢 他就能像這個FAA啊 然後呢 結果FAA那時候也很腐敗 就是說呢 可能就是吃點回扣啊 或者說怎麼樣啊 喝點咖啡啊什麼的 好了 結果呢 就把這些事情都壓下去了 然後呢 他就乾脆不幹FAA了 因為他最早 他還幹過美國的一個空軍飛行員 他是一個非常 他是一個英雄 你知道吧 然後他這個人 做事就很認真 就是有良心的人 你知道嗎 在哪個行業 就包括波音也有良心的 FAA也有很多有良心的 但是有良心的人呢 就會打壓 就像那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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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好舉例子啊 不好舉例子 你也知道 哪個地方都會有這種情況 對不對啊 然後呢 這是一種腐敗 那麼呢 他呢 就把FAA呢 起個名字 他就叫 Tombstone 叫墓墓 就是墓碑 墓碑墓墓 這個管理局 墓碑管理局 什麼意思呢 就是墓碑先探啊 墓碑先探是什麼 就FAA呢 他們的工作呢 就做得不好 然後呢 這個飛機呢 有問題他們也不去管 他們就看著 看著人死啊 那個飛機啊 除了人死了以後呢 給他立了墓碑了 他就過去哭一下 然後呢 這時候呢 採取行動 這就是FAA的做派 這個做派呢 就是這種腐敗的歷史呢 已經延續了多少年了 那麼說到呢 FAA呢 他又經過了一些個機構改革 他們的人員呢 也減少 實際上他們現在也不少人 幾萬人 三四萬人 那麼美國呢 這個波音呢 全世界數一數二的 這種大的航空公司 製造的公司 對不對 那麼呢 FAA呢 它是一個 作為一個政府的機關 你說是監管它的 但是呢 它藉口它的人少 對不對 它的工作量大 然後呢 它就把很多 應該它幹的事情 比如說審核 你這個過程 是不是符合 就是你是不是試行啊 什麼的 它把這個工作呢 它就直接delegate 就是說是 就授權給了波音 就是波音呢 本來是一個這個什麼 被審查者 但是它呢 交給這個被審查者 自己審查 它就是一個 假如它就是一個 就像開車的司機一樣的 好了現在它自己 有了一個交警的 那個服裝衣穿上 你說誰還罰它呢 就罰不了它 它是這樣 這個呢 就失去了FAA的作用了 你知道嗎 所以本身美國都一直呼籲 把FAA私有化 不要FAA了 就像那個聯邦的那個 這個什麼樣 這個什麼FED 對不對 那個美國的這個什麼樣 財經委員會實際上是私人的 不是一個國家的 就特朗普 對 它解雇的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的這個FED 它是那個聯邦銀行 它不是公有的 它不是國家的 它是私人的 對 那麼FAA本來說也要下放 那就說你乾脆 你就給到那個誰 波音 一旦波音要出了事 那就直接找波音了 就不用你找FAA了 對不對 那麼現在既然你是一個監管的 那你就要起到監管的作用 對不對 有所作用它們不作為 那麼這次的話呢 是把這些事情都抖出來了 實際上這些事情本身都是存在的 只不過呢 因為波音的股票也那麼高 經濟那麼形式那麼好 別人呢就是替它呢 臉上貼金的也多 那麼呢 這個呢就掩蓋下來了 並且像我們的案子呀 像我們那些舉報人的案子呢 它是能壓能捂的就捂 那麼事實就證明了呀 我的這個案本案呢 FAA根本就沒有調查嘛 因為它去那個什麼木格 木格也是FAA的鐵桿的那個供應商 它知道這些木格都惹不起的 我給你說個背景 木格公司是一個美國紐約上市的公司 那麼木格公司的這個大老闆是誰呢 就是它的那個控股人是誰你知道吧 它是一個基金 這個基金是什麼基金呢 是美國總統退休基金 就是美國退休的那些總統啊 他們也有收入的 他們是靠這個基金的 你想想它的這個背後 這個 美國總統基金啊 它退休基金啊 它不是什麼股票都投的 嗯 知道嗎 它是專門選擇了一個籃子 就是把一些美國它認為啊 這個 它不要那種啊 就像馬雲的這樣的公司 它不要淘寶這樣的公司 它忽漲忽落的 因為那些退休的人 它不可能說今天 今天他們那個什麼 長了長了那個 它高興的要死 過兩天馬雲的那個公司 這個公司波登一下沒了 對不對 取消了 賣假貨取消了 那那那那它又沒 那那那它活了80歲了 它它本來要活100歲了 結果那時候沒錢了 也不行 對吧 那麼它就選擇一些呢 就是穩定的 然後呢 但是那個這個什麼 它就在像航空的這種公司 它就選 也不要太大 因為像穆格它就選中了 實際上穆格呢 它是這樣的公司 就是說你看穆格公司並不大 我們的公司人才1萬個人 現在全球才1萬個人 我進去的時候才可能6000人 你想那麼大的一個公司 那麼小的一個公司 我那個是十幾年以前 然後那個時候才10個億美金 現在可能發展到31個美金 可能還不到 那麼這個公司這樣的規模 在全球的這樣的公司裡面 它不算大的 但是它這個公司的這個股票 一直是很穩定的 你知道吧 它們也很保守 這個公司本身來說呢 確實說是的 都是一些老實八交的 那個鄉下人 可是呢 它不知道這個有的人呢 尤其是我們亞洲人呢 我們很聰明 我們有的時候 願意彎路啊 這個彎道超車 對不對 小算盤 對不對 這美國人它意想不到的 所以這次呢 完全就是穆格呢 它這個用人錯誤 知道嗎 這個也都能理解 不是穆格故意犯罪的 你看我的第一個那個什麼呀 視頻 你看掛的那個照片 那就是穆格的那個飛機集團的總裁 這個叫Mark Treiber 這張照片是我照的 是他2012年呢 這個穆格的供應鏈呢改組 然後他呢 就當上了這個供應鏈的這個 叫副總裁 然後他來中國 我陪他上的長城 這是我陪他照的 所以這個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啊 就是這個 關於黑匣子 我們知道已經 從法國呢轉到這個 艾西爾比亞 艾西爾比亞這個 航空交通部長啊 認為呢 他看了之後 發現是跟那個 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這次艾航 跟印尼施航 我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這個黑匣子的內容呢 他到底能反映一些什麼東西 能不能直接反映 最後的這個真相呢 那個 所以說你看 他現在報道是 需要一個多月的進行分析 所謂的真相 他如果有真相 能反映呢 他就能反映 他如果說真相 他因為他這個裡面 他是一個錄音嘛 實際上他就是一個錄音 他只能錄下來 因為他也沒有錄像的 那個黑匣子 他是沒有錄像的 那有錄像就很好了 對不對 錄音就是 駕駛師的那個錄音 只能聽到這兩個駕駛員 他們兩個說話 然後通過他們的說話 有沒有動作 他們說趕快拉這個 趕快拉那個 或者那個什麼東西 他看這些話說沒說 也許他們已經很恐慌了 對不對 也許通過這些東西呢 他們有分析這個東西 他有很多的專家 有心理學的 有工程學的 有那個什麼 因為他這個要分析 人的因素在裡面 對不對 會不會是人 就是操作失誤了 因為現在波音是最像 那那個黑匣子裡 是不是還有那個飛行紀錄啊 說是有些飛行的數據 飛行紀錄實際上 現在就是說 他黑匣子有沒有都沒關係了 因為現在 他不是加拿大有一個那個 他可以完全通過這個衛星啊 就能夠把這個飛機的 你的飛行軌道 就是怎麼你在那個空中怎麼表演 就像一個人表演一樣 那個錄像錄下來 你知道嗎 他就是他的那個已經有紀錄了 對不對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紀錄儀的紀錄呢 跟他也不會有什麼差別的 而這個紀錄儀有的時候呢 你掉到水裡的話 那個衛星就沒用了 但是他如果說這個什麼 掉到水裡的時候呢 他還能有用 其實那個現在的這個技術已經 他那個黑匣子是 最早幾十年以前 他就開始這樣做了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人們就是只能通過 黑匣子裡掉出來那個紀錄 現在就是那個紀錄 就是他掉不掉 其實呢 都無所謂 你知道嗎 現在已經都證明 他那個飛機是怎麼弄 你記錄這個 他的紀錄再真正的展示出來 也是跟那個 這個這個 加拿大的那個公司啊 記錄的應該是完全一樣 它是個波浪型的 所謂波浪型就是說 他那個飛機先上去 然後呢 上去 他那個角度高了以後呢 他那個MAX就開始啟動 就把他頭按下去 然後他就下來 對不對 他一下來的時候呢 推行員第二次的時候呢 就要拉起來他 對不對 那麼他就拉起來了一次 然後呢 他不是拉到引領角度以後 他這個拉起來的時候 是高速的拉了 他就比起飛的速度要快了 然後這是快的時候呢 就對翅膀上 然後機翼上面的那些硬件的要求就高了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然後他拉升的時候呢 他不是拉升的角度又一高以後呢 那個MAX呢 他又自動的把它往下按 那麼呢 按了下去以後呢 他不是下來了嗎 下來了以後呢 這時候飛行員他又要拉 他本來是想一直拉 就平穩的拉一條直線上去就對了 但是他現在他不是這樣 你一到一個角度 他就給你按下來 對不對 然後他只能再拉 他就再按 那麼再拉再按 再拉再按 拉到 比如說是第五次或者第六次了 他又下來了 這時候他這個飛行員在拉機頭的時候呢 他拉不起來了 為什麼呢 就翅膀上的那個零件 嘣噹嘣噹噹都掉了 對 他一掉了以後 你說說他 他那個翅膀他沒辦法 所以說呢最後呢 他掉下來以後呢 因為他那個 這就是那個誰 Max的這個軟件呢 操縱的這個飛機呢 只能往下 你上不了了 因為你上去的時候的這個什麼 失效了 對 沒辦法上了 對 對 沒辦法上 你只有這一種情況 你只有這一種情況 就是說你的機械故障了 機械失效了 故障失效了 硬件失效了 產生機械故障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如果你為什麼說 我說這個是一個那個什麼呢 可能的那個結論呢 是因為你已經拉了一次 他呢 起來了 然後呢 下去了 你又拉了又起來了 你那麼連續 那麼幾次下來以後 結果到最後一個 你拉不起來了 那拉不起來 你說說 你說的是什麼 難道是那個什麼 這個飛行員 他沒力氣了 就拉了嗎 那個東西也是有點費力的 但是沒有說是那麼費力 你就是拉了一百次的話都沒關係 那個飛行員也累不死 可惜的是他拉了幾次 他就不行了 是不是 對對對 是這樣 就成立 我的這個說 假冒偽劣的零件 一說 就應該你去 不是說成立吧 你起碼去調查吧 但是你調查的這個工作你沒做 你這個就是一個 big crash mark 這是最大的一個問號 對應該他們去調查 因為現在 作為事故的原因之一吧 就是說 他可能是軟件硬件共同 造成這種安全的事故 對 你看現在所有的這個誰啊 現在所有的報告 包括那個Dominate Gates 他寫那篇文章的那個記者 就叫Dominate Gates 你看他的名字在上面 然後呢 他也只說 這個Markus的這個設計有問題 這個什麼 他的這個軟件批准有問題 但是呢 他不是造成這兩架飛機 墜毀的直接原因了現在 為什麼呢 因為這架這個飛機 已經出了三年 三四年了 三四年了 飛了三四年了 以前試驗的時候 還飛了幾年 總共十年了 那麼呢 都沒掉下來啊 他像他這樣的情況 狀況出現的多不多 多 並不是他這一次 兩次 對不對 這兩次他是控制不住 掉下來了 但是美國呢 至少報導了有五體類似的情況 但是那些飛行員都成功的把它拉起來了 就是我昨天說的 為什麼他們可以 而這兩次卻是沒有 那個波音的總裁出來也說 他說這個飛機是safe 他說737 MAX is safe 他是對那個CNBC記者 這個我聽了無數遍 我說這就是法庭證據將來 你知道嗎 他說他的這個飛機的這個操控的理念呢 他們沒有改變 對不對 但是呢實際上那個什麼 那麥克斯的這個空氣動力學的這個特性啊 叫Aerodynamic這個characteristic呢 它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就我說的發動機它大 這也不是我說的 這都是報導出來的 對不對 那麼然後呢 它對這個垂直尾翼啊 水平尾翼啊 水平尾翼的這個什麼呢 它的這個干擾呢 它會有一些影響 對不對 所以它才設計了一個這個什麼呢 麥克斯呢 要摁頭 這麼一說 對不對 那麼但是為什麼別的飛機出現同樣的情況 因為它這個飛機天天都在飛 中國也在天天飛 中國都已經有90架了 你知道嗎 中國是全世界波音MX是最大的客戶 就是作為一個國家是最大的一個客戶 知道吧 但是為什麼都沒有出事 而就是因為是中國人聰明 回駕駛不是這麼一說的 是沒有攤上 沒有攤上假冒零件 對 這兩個綜合因素 對不對 各種因素在裡面 但是 起碼假冒零件的這個因素 你要去查 你不查 你怎麼能知道 你要排除所有的可能性吧 對不對 你現在在說那個什麼呀 那個馬克斯他造成了這個東西 他說他造成了 如果說 這個飛行員沒有干預 沒有拉這個機頭 那馬克斯的工作全是他的問題 但現在他不是 他是拉了 他拉不起來了 對對對 好 那今天我們訪談先到這裡 我們期待 下次